谁能想到 一个副导演演起男将枪来 能演得这么像 你干嘛要偷看我洗澡啊 我不去偷看你一个 所有人我都偷看过 在配上大话西游时 当于刘正伟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菩提老祖这个角色 还没找到合适的人来出演 想去外面找个有排面的群演吧 资金又跟不上 要是随便找一个自己又不放心 无奈之下 刘正伟心一狠 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亲自出演菩提老祖 既然自己都付出了这么多 那相信其他人也是可以的 于是立马喊来副导演江岳成 想让他饰演喜欢偷看男人洗澡的瞎子 对此江岳成一开始是拒绝的 毕竟这角色也太变态了 不仅是一个地中海 娘娘枪 还是一个偷窥狂 这要是演了 自己这个副导演还怎么干 可没想到刘正伟直接玩起了职场CPU 我一个导演都能演一个葡萄 你凭什么不能演个瞎子啊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江岳成也只好赢那个二上了 结果到了开拍之后 导演才发现 江岳成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当他把这星爷的胳膊撒娇时 那种欲去还迎的眼神 把星爷都给恶心到了 知不知道他是演的 还是他本色出演 你这么回顾他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人家对你一点知心吗 你发春哪 咱里面了 然而不止如此 当你看他眼子实在是太好了 又给他加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三师弟杀僧 一个是开路的官兵 但这两个角色 其表现的动作 神情以及说话语气 依然是gay里gay系的